法国作家安德烈继德的作品《窄门》 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更多爱读书的朋友 爱情有很多种姿态 有初恋的甜蜜,也有爱与恨的其美 但是,爱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 爱是一种经历 这种患难与共生死相随的爱情 是命运对上校的馈赠 《季德笔下的窄门》主要讲述了 杰罗姆与表姐阿丽莎之间七美的爱情故事 演绎着十字架交汇下的世俗之爱 与神圣挚爱的激烈冲突 阿丽莎作为一个殉道者 进入窄门去寻找彼岸的幸福 这一悲剧产生也引发我们对宗教信仰的思考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法国著名作家评论家安德烈继德的《窄门》 出版于1909年 奠定了安德烈继德在法国文坛上的精神领袖地位 本书具有浓重的自传小说色彩 它立足于欲望与信仰的冲突 以第一人称的视角 讲述了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 拒绝世俗之爱 寻求圣洁之爱的悲剧故事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故事吧 如果你真心爱一个人 会甘愿为了他终身不娶吗 即便他反复无常 一次又一次地把你推开 或是他掀你而去 留你永远求而不得 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法国 杰罗姆和阿丽莎 是一对情投意合的表兄妹 亲上加亲的关系 原本会让他们的爱情和婚姻 得到所有人的祝福 可阿丽莎却是一个 崇尚圣徒 追求高尚和美德的境遇主义者 杰罗姆深受折磨 她付出了自己的一生去爱阿丽莎 以为总有一天 能走进阿丽莎的内心 理解她的惶恐与不安 抚平她的痛苦与创伤 却不曾料想 阿丽莎始终对世俗中认为的幸福 抱有悲观的态度 为了能成全杰罗姆 走进她理想中的至高处 阿丽莎不断地克制自己的爱欲 她以为一切都是值得的 却并不知道 这种盲目的牺牲 不仅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 也将杰罗姆推进了绝望的深渊 阿丽莎真的爱杰罗姆吗 她为什么要让一份纯粹的爱情 变得如此悲壮呢 面对阿丽莎理想中的幸福 杰罗姆真的会理解吗 这就是窄门这部作品的主要情节 欧洲文学史在介绍窄门时曾指出 这部作品以肉体的消亡 去殉教和殉情 反映了继德在探寻 灵与肉和谐统一的过程中 无法摆脱的矛盾和内心的复杂斗争 作为安德烈记得创作成熟时期 发表的作品 窄门被誉为是对宗教禁欲主义的 又一次冲击 这是因为安德烈记得在生活中 就是一位意识强烈的基督教徒 而他本人又被这种束缚折磨的痛苦不堪 所以在阿丽莎的身上 才会既有作者对宗教戒律的恨之入骨 也有她对宗教枷锁的虔诚恪手 安德烈记得始终认为 这世上最可靠的向导 就是心系四方 无处不佳 总受欲望的驱使 走向新的境地 但他同时也坚信 德国思想家哲学家恩格斯所说的 个体对私欲毫无束缚的无穷追求 会将自己成为自己的地狱 过分克制欲望 会带来痛苦 过分放纵欲望 亦会带来不幸 为了追求这二者之间的平衡 安德烈记得始终在通过找寻自我 书写自我来寻求出路 所以你在阅读他的作品时 不光能读到人性 在解放与沉沦之间的矛盾关系 更看到了道德与自由的博弈与冲突 安德烈记得的作品 虽然意味深长 却又像迷宫一般令人迷惑 虽然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 说安德烈记得的作品 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热爱 以瑞敏的心理洞察力 表现了人类的问题与处境 但事实上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 也是结合安德烈记得真实的人生 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才读懂了他 所以 普通人想要读懂安德烈记得 也要先读懂安德烈记得矛盾 而又分裂的一生 在阅读展文之前 我们先走进作者的人生吧 安德烈记得曾对他的好友说过 假如我不写作 我就会自杀 所以在故事中找寻自我 用文字书写自我 成为贯穿安德烈记得生活 始终的一种救赎 然而想要原原本本地 讲述自己的生活 需要勇气 想要一五一十地 讲述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则不只需要勇气 更需要深刻的思想认识 因为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 自由地做自己 在任何时代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安德烈记得却做到了 他不仅身体力行地 在旅途中寻求美见识美 更将自己的经历和感悟 渗透进作品中 让读者通过他的作品 感知到了他的矛盾与分裂 按理说 出生于法国巴黎的 一个富裕家庭的安德烈记得 本该一生喜乐无忧 可他却为何满怀忧伤地说 我的青春一片黑暗 我憎恨家庭 那是封闭的窝 关闭的门户 这就要从安德烈记得的 原生家庭说起了 安德烈记得的父亲鲍尔 年轻有为 是巴黎法学院的教授 母亲朱丽叶是十分富有的 名门望族 拥有庄园 豪宅和财博 十一岁那年 性格温和 博学多时 富有启迪精神的父亲去世了 安德烈记得跟随着 古百 严苛 坚守 静欲思想的母亲 过起了旅居的生活 在这段时间中 安德烈记得虽然没有 接受系统性的教育 但朱丽叶对他的教育 却一点也没有放松 在七八年的时光里 安德烈记得通过大量的阅读 增长了见识 提升了思维 生活过得相当充实 可回顾这段时光 安德烈记得却痛苦不堪 因为母亲是崇尚道德的基督教徒 所以她带给安德烈记得的 并不是温情和爱 而是冰冷的规则 在境遇思想和顺从欲望之间 安德烈记得感到极度压抑 甚至不敢表达自己的思想 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 安德烈记得开始通过写作 来内观自己 寻求解脱 安德烈记得的人生格言是 体现尽可能多的人性 因为她坚信人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坚决不走完全画好的一条路 所以直到人生的最后一个月 她都还在安排去摩洛哥的旅行计划 随着所处地点的变化 安德烈记得的关注对象 也从小我扩大到了大我 作为跨越两个世纪的作家 安德烈记得见证了战争与经济危机 带给法国乃至全人类的满目疮痍 也看到了人民思想僵化 极端个人崇拜 对普罗大众思想的影响 所以她不再拘泥于 只做一个借助文字 来探索自我的个人主义者 而是通过关注全人类的幸福 成为了更具社会责任感的精神导师 非洲之行后 安德烈记得站在客观的角度 将非洲大地的民不聊生 妇女儿童的水深火热 写在了刚果之行和乍得归来之中 并因此而引起了法国政府的关注 减轻了对非洲的剥削 苏联之行中 当安德烈记得 从求告无门的工人眼中看到绝望 从斯大林的专政中 看到了整个苏联的死气沉沉时 他没有选择视而不见 而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韦地写下了 仿苏联归来 安德烈记得曾说 我认为真诚之所以重要 正因为事关大多数人 和我本人的信仰 在我的心中最重要的东西 是人类的命运 人类的文化 如此良苦用心 难怪法国哲学家萨特 会对他胜赞道 他为我们活过的一生 我们只要读他的作品 就能重活一次 记得是个不可替代的榜样 因为他选择了 变成他自身的真理 所以近三十年的法国思想 不管他愿意不愿意 也应该参照记得来定位 安德烈记得致力于真实 哪怕真实面目可憎 展门作为安德烈记得 颇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亦真实地引入了 安德烈记得的生活经验 和人生态度 崇尚敬欲思想的阿丽莎 是谁的缩影 相爱的人却不能白手 又在暗示着什么 窄门这两个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安德烈记得的窄门吧 这本书讲述了一对青梅竹马的 虐恋故事 宽如《红楼梦》里的贾宝玉 和林黛玉一般 十四岁的男主人公杰罗姆 不可自拔地爱上了 比他大两岁的表姐阿丽莎 阿丽莎优雅 美丽 周深散发着一种特殊的魅力 杰罗姆每天和他一起读书 聊天 恨不得用尽全身力气 去护阿丽莎周全 那个时候 阿丽莎对杰罗姆而言 就好比福音中所讲的 无价之宝 珍珠 可对阿丽莎来说 杰罗姆又是否是他此生的挚爱呢 风铃渡口出香玉 一见阳过物中深 阳香第一次见阳过 便对她一见钟情 此后余生 郭香都不能释怀 杰罗姆对阿丽莎也是一样 从她俯身去亲吻 满脸泪痕的阿丽莎开始 她变成了杰罗姆此生的信仰 也成为了杰罗姆 想忘却忘不掉的人 那时杰罗姆母亲去世 两年后的一个下午 十四岁的杰罗姆 突发奇想地跑到舅舅家 探望表姐阿丽莎 阿丽莎的房间在三楼 杰罗姆刚打算往楼上冲 就被女仆慌慌张张地拦住了 别上楼杰罗姆先生 别上楼 太太正犯病呢 女仆口中的太太 也就是杰罗姆的舅妈 露西尔 露西尔每次犯病 都会闹得极犬不宁 每每这时 阿丽莎都会闭门不出 或是陪荒做一团的父亲谈心 或是一个人跪在床头 瑟瑟发抖地住导 想到这 杰罗姆对露西尔 复杂而模糊的感情 一下子就转化为 纯粹的恨了 于是 她便不顾女仆的阻拦 静止跑上了三楼 面对露西尔 杰罗姆总是会产生一种 又爱慕又恐惧的感情骚动 因为露西尔总喜欢穿着 开得很低的薄薄衬衫 弹胸露背地坐着 可当她拿起小镜子 用赤裸的手臂 搂住杰罗姆的脖子 并用手探紧杰罗姆的衣服里乱摸时 恶心和害怕 便袭上了杰罗姆的心头 于是 杰罗姆一把推开了露西尔 也终于明白了母亲 每每看到露西尔犯病时的不屑 这样闹 就是做戏给人看 外人尚且看得明白 阿丽莎锐智 聪慧 又怎么可能不明白呢 可阿丽莎又能怎么样 站在女儿的立场上 她既不可能去戳破母亲的谎言 也不可能把真相告知父亲 阿丽莎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这一切 对一个不按事事 内心纯洁无瑕的女孩来说 最残酷的莫过于让她对母亲出轨的行为 做出评价 即便绝口不提 心里也早已蒙上了一层阴影 现实中阿丽莎的原型 安德烈记得的妻子 马德莱娜就是如此 当她意外发现母亲出轨的秘密后 内心便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 这份痛苦是安德烈记得 一辈子也无法帮她去消除的 于是安德烈记得创造出了 与马德莱娜重叠在一起的理想化形象 阿丽莎 而这也恰恰验证了法国作家 如克洛德马丹的那句话 对于记得来说 创造小说人物形象 不过是对在她自己身上同时存在的 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众多存在的释放 杰洛姆吻过阿丽莎后 便单方面地决定 要放弃自己的生活目标 用一生来保护阿丽莎 免遭恐惧邪恶和生活的侵害了 可阿丽莎真的需要杰洛姆的保护吗 还是杰洛姆自我感动式的牺牲感 让她觉得阿丽莎会因此而幸福呢 自我感动式的付出 往往会忽视对方真正的需求 杰洛姆就是这样 她从没问过阿丽莎真正想要什么 而是一厢情愿地 陶醉在为阿丽莎而活的感动中 为了阿丽莎 杰洛姆自愿地去关照她的弟弟 罗贝尔 为了阿丽莎 杰洛姆努力学习 努力成为阿丽莎 想要她成为的样子 露西尔与人私奔后 杰洛姆对阿丽莎的爱恋 就更浓烈了 特别是在教堂里 听完沃迪埃牧师的步道后 杰洛姆就更坚信 自己有朝一日 能与阿丽莎携手并进了 沃迪埃牧师说 你们尽力从这窄门进来吧 因为宽门和宽路通向地狱 进去的人很多 然而窄门和窄路 却通向永生 只有少数人才找得到 在杰洛姆看来 窄门的尽头代表着苦行的尽头 悲伤的尽头 而穿过了窄门 就可以得到内心渴望已久的快乐 所以在她与阿丽莎 真正地走向幸福之前 杰洛姆必须要强迫自己 学会克制和约束 这种克制和约束 类似于基督徒 对神圣与美德的迷恋 认为永恒的上帝 才是最终出路 只不过 杰洛姆并没有这么极端 她虽然也认同自我克制 能引导人走向美德 却也想要在信仰与爱欲之间 寻求一丝平衡 因为 在杰洛姆看来 克制和约束 是人类在赢得幸福的路途中 所必须要付出的努力 可是 在所谓的幸福面前 阿丽莎却与杰洛姆的认知 截然不同 她告诉杰洛姆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单独 到达上帝那里 我总有一天会离开你 所以你要变得坚强 独立起来 因为在她看来 只有虔诚苦修 远离世俗的爱欲 才能通往天堂的窄门 才能真正意义上 拥有幸福 杰洛姆辩驳不顾阿丽莎 在真正获得幸福之前 她只能暂且依据阿丽莎的思想 来选择自己的精神道路 只不过杰洛姆的母亲 是等不到儿子获得幸福的那一天了 随着心脏病发作的次数 日渐频繁 杰洛姆母亲的生命 也走向了终结 母亲去世后不久 就是复活节了 往年这个时候 杰洛姆都会和母亲一起 到勒阿福尔的姨妈家去度假 今年 她却只能一个人独自前往了 杰洛姆的姨妈 是个很和善的女人 她总是想为杰洛姆做些什么 却总是因为自己太过热情 而妨碍到杰洛姆 这年暑假 姨妈借口帮阿丽莎料理家务 带着杰洛姆和杰洛姆母亲 生前的女伴阿斯布尔顿小姐 入住到了杰洛姆舅 在芬格斯玛尔的庄园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安排 一是因为杰洛姆的母亲去世后 她再一个人住进舅舅家 可能会引人闲话 二是为了帮杰洛姆和阿丽莎 制造机会相处 好让他们能早日把婚事定下来 可对于姨妈这样的安排 杰洛姆和阿丽莎却感到极为不自在 特别是看到姨妈 更偏爱阿丽莎的妹妹朱丽叶后 杰洛姆对姨妈的感情 更是由感激变成了反感 其实杰洛姆自己也明白 比起阿丽莎的不苟言笑 朱丽叶的热情肆意 活泼开朗 确实更讨人喜欢 可喜欢一个人哪有什么理由 杰洛姆喜欢阿丽莎 她就希望姨妈也喜欢阿丽莎 更希望全世界都支持她喜欢阿丽莎 而不是告诉她 朱丽叶比阿丽莎更适合她 后来姨妈因为儿子生病 而离开了芬格斯玛尔 杰洛姆正犹豫 自己该不该继续留在这里时 杰洛姆的舅舅便张口 给她吃了一粒定心丸 我那可怜的姐姐 又想出什么花样 多么自然的事情 也被她搞复杂了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呢 你不是差不多 已经成为我的孩子了吗 都说女婿就是半个儿子 那一刻杰洛姆才知道 原来她的舅舅早就知道了 她与阿丽莎的事 也早就默许了 她与阿丽莎的关系 杰洛姆欣喜若狂 那一刻 桑姆的哀痛 在她的心上一扫而空 姨妈对朱丽叶的偏爱 也不再是她与阿丽莎之间的阻碍 都说 能得到长辈祝福的爱情 注定是幸福的 杰洛姆的母亲已经去世 舅舅作为阿丽莎的父亲 对他们这段感情的默许 就变得尤为珍贵 所以 得到舅舅的祝福后 杰洛姆和阿丽莎的爱情 真的会幸福到白头吗 一直以来我们看到的 都是杰洛姆对阿丽莎热烈的爱意 那 阿丽莎对杰洛姆呢 也同样爱她入股吗 14岁的杰洛姆 在舅母出轨的那个傍晚 确定了对阿丽莎的爱意 母亲去世后的那年暑假 她随姨妈一起住进了舅舅 在坟格斯玛尔的庄园 相较于姨妈的不好看 舅舅则相当支持杰洛姆与阿丽莎相爱 可阿丽莎呢 她也想要和杰洛姆长相厮守吗 姨妈离开后 杰洛姆觉得自在了许多 她每天在快乐中入眠 又被欢乐声唤醒 无论是对狂热的爱情 还是对未来都充满着期待 朱莉叶看在眼里 并自愿充当杰洛姆和阿丽莎之间的信誓 不厌其烦地听杰洛姆讲述 她与阿丽莎的爱情故事 杰洛姆很喜欢跟朱莉叶聊自己的想法 一是因为她对阿丽莎爱得太深 所以很多话不敢当面和她说 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她与朱莉叶相谈甚欢 每天早上杰洛姆都会趁阿丽莎还没有睡醒时 和朱莉叶一同去花园里赏花 他们一边看清晨的云海 一边聊彼此对爱情对人生的看法 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 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一起 感觉到无拘无束时 这种感觉就是爱 因为在这个人面前你不会自卑 也不用强行展示自己的优越感 能够保持一个平和稳定的状态 令人戏虐的是 杰洛姆在朱莉叶面前 就是这般的无拘无束 她可以自然地挽起杰洛姆的手臂 她能够情不自禁地 在朱莉叶的额头轻轻一吻 他们年龄相当 融洽自然 明明就很相配 可不知为何 杰洛姆就是无法爱上朱莉叶 即便阿丽莎也认为 朱莉叶才是她最终的选择 杰洛姆也坚持心如匪石 不可转眼 为了向阿丽莎证明自己的决心 杰洛姆决定在离开前 和阿丽莎把婚事定下来 于是在离开的前一天 杰洛姆鼓起勇气 向阿丽莎提出了订婚 然而阿丽莎听到后 却并不开心 她先是一抖 然后整个人就靠到了壁炉上 不 杰洛姆 阿丽莎柔声道 咱们还是不要订婚吧 求求你 现在还不要 为什么 杰洛姆追问道 咱们现在这样不是很幸福吗 阿丽莎定睛看着杰洛姆 并从杰洛姆的眼底 看出了她的不安和怀疑 可阿丽莎和杰洛姆一样 缺少开诚不公 面对面交谈的勇气 所以她承诺完 会给杰洛姆写信件事后 便轻轻推开了杰洛姆 长久以来 杰洛姆在阿丽莎的身上 都没有找到一丝一毫 她爱自己的痕迹 因为热情过了头 杰洛姆甚至忽略了 阿丽莎潜藏在心底深处 隐隐发作的抗拒 如今 阿丽莎又拒绝了杰洛姆的求婚 她是真的不爱 还是另有顾虑 回到巴黎后的第二天 杰洛姆果然收到了阿丽莎的来信 信中 阿丽莎虽然大胆承认了 自己对杰洛姆的爱意 却还是拒绝了杰洛姆的求婚 因为她觉得自己年龄太大 担心日后会失去杰洛姆的欢心 所以 阿丽莎建议杰洛姆设事稍深一些 再谈结婚的事 这话既像是长辈对晚辈苦口婆心的劝导 又像是成熟的人对幼稚的人 基于思想鸿沟的解释 总之 不像是平等相待的恋人 应该说出口的话 杰洛姆读完信后 心乱如麻 他一时没了主意 便把信拿给了阿贝尔 让他这个与一些女人 有过交往的过来人 给自己出出主意 阿贝尔是个 可爱又有点懒散的男孩 杰洛姆很喜欢和他聊 自己和阿丽莎的爱情故事 一年未见 阿贝尔已经提前入伍服兵役了 此次 从部队服役归来 阿贝尔在杰洛姆的眼中 不仅魅力未见 还多了几分自信 看过信后 阿贝尔建议杰洛姆最好不要回信 而是直接去找阿丽莎面谈 这个建议很聪明 静态的文字 需要读的人自己揣摩他背后的意思 一旦阿丽莎理解的意思 和杰洛姆想要表达的意思 背道而驰 甚至在心里吵起来 那他们之间 很可能就真的结束了 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 虽然语言是化解误会的良药 但见面沟通 却比网上聊天 要有效一百倍 因为见面后 看得见摸得着 既方便大家读懂语言背后的前台词 又可以宣泄 积压在心底的 浓浓爱意 杰洛姆觉得可行 于是星期天一早 他们就一起去了 芬格斯马尔 去之前 阿贝尔再三嘱咐杰洛姆 见到阿丽莎后 要时刻记着此次的目的 和她好好谈 不论阿丽莎说什么 都一定不能耍小孩子脾气 写下物种起源的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曾说 脾气暴躁 是人类较为卑劣的天性之一 人要是发脾气 就等于在人类进步的阶梯上 倒退了一步 杰洛姆自爱上阿丽莎以来 一直都沉浸在 自我感动式的付出中 这期间 即便是姨妈不经意间 透露出的不看好 也会令杰洛姆愤怒不已 更何况是阿丽莎本人的拒绝呢 杰洛姆以为 相爱就要在一起 即便是要经历眼前的苦难 穿过窄门后的结果 也应该是幸福而又美好的 所以她不能理解 阿丽莎既然爱她 却又为何还要拒绝她 推开舅舅家花园的栅栏门 跑出来迎接杰洛姆的 并非阿丽莎 而是朱丽叶 比起朱丽叶的兴高采烈 阿丽莎的毛子里 甚至没有出现 一丝一毫的波澜 吃过饭后 朱丽叶把杰洛姆 拉到了花园 虽然杰洛姆并没有 忘记此行的目的 但是看到阿丽莎 整个晚上都在躲着自己 杰洛姆自觉 此行过于仓促 远不如写信回复来的痛快 并也想把此事分享给朱丽叶 让她给自己拿了主意 可没想到的是 朱丽叶竟先杰洛姆一步开口了 她告诉杰洛姆 有人和她求婚了 求婚者是没有文化 长得又很丑的 葡萄园主爱德华 虽然杰洛姆的舅舅 以朱丽叶年龄太小为由 回绝了这门亲事 但是爱德华却并没有打算放弃 反而愿意等上朱丽叶几年 朱丽叶说得滔滔不绝 既骄傲自己魅力十足 有人追求 用满心满脸的嫌弃着爱德华 杰洛姆满腹心事 见朱丽叶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便打断了她 并从口袋里拿出阿丽莎的信 让朱丽叶读后 给自己出出主意 朱丽叶读完信后 并没有说出什么所以然 反倒是很生气地跑走了 杰洛姆见朱丽叶指望不上 便只能硬着头皮 独自去找阿丽莎了 没想到 阿丽莎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为什么要曲解我的话呢 当时说得很清楚呀 现在看来 愁苦和困难 果然都是胡思乱想出来的 我跟你说得明明白白 咱们这样很幸福 你要改变 我拒绝了 你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一直以来 杰洛姆对阿丽莎是否爱自己这件事 都不是很有把握 因为过于深爱 所以杰洛姆总是患得患失 一会儿感受不到阿丽莎爱自己 一会儿又担心阿丽莎 误会自己对她用情不深 这感觉就像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 不知道贾宝玉对自己 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又像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陌生女人 因为爱得太深 所以难以接受所爱之人记不住她 或根本不爱她 阿丽莎看出了杰洛姆心底的担忧 她抱了抱杰洛姆 并摆出一副大姐姐的样子打去道 答应我 从今晚后再也不要这样胡思乱想了 杰洛姆点点头 那一刻 所有的担心与忧虑都在阿丽莎 轻柔软语的拥抱中消散一空了 她无法拒绝阿丽莎 也不想拒绝阿丽莎 对杰洛姆而言 只要阿丽莎对她也同样充满爱意 就足够了 告别了阿丽莎后 杰洛姆和阿贝尔 一起踏上了返回巴黎的路程 一路上 阿贝尔喋喋不休地表达着 对朱莎的好感和爱意 她显得异常兴奋 三言两语间 更是勾勒出了 他们两对新人 在教堂举办婚礼的画面 杰洛姆虽然觉得阿贝尔 这如潮水般的爱意 来得过于猛烈 却也怀疑朱莎 真的会爱上她 因为在杰洛姆的心里 阿贝尔本来就魅力四射 所以 他们真的会好事成双 一起举办婚礼 一起结伴旅行 一起去大干一番事业吗 阿丽莎拒绝了 杰洛姆订婚的请求 杰洛姆心乱如麻 便在好友阿贝尔的陪同下 一起去芬格斯马尔 探望了阿丽莎 见面后 杰洛姆终于确定了 阿丽莎的心意 并约定好订婚的事 稍后再说 另一方面 阿贝尔爱上了朱莉叶 他们相谈甚欢 朱莉叶表现得非常兴奋 兴奋到让阿贝尔错以为 朱莉叶也同样爱她 朱莉叶真的爱阿贝尔吗 阿贝尔真的能说服阿丽莎 让她答应杰洛姆的求婚 四个人一起举办婚礼吗 莎士比亚说 爱的力量是和平 从不顾理性 成规和荣辱 它能使一切恐惧 震惊和痛苦 在身受时 化作甜蜜 杰洛姆起初并不相信 爱上一个人能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直到她爱上了阿丽莎后才明白 爱情真的很容易让一个人 变得顺从和卑微 在巴黎求学的每个周日 杰洛姆都会给阿丽莎 写一封很长很长的信 信中她既会 事无巨细地记录这一周的见闻 又会毫无保留地表达对阿丽莎的思念和爱意 可阿丽莎呢 她貌似是在很热心地关注和鼓励杰洛姆 但每次的回复 无论是评价讨论还是批评 总是那么地不嫌不淡 仿佛蒙着一层纱布 不让杰洛姆看出她内心的真实所想 杰洛姆每次读完回信都会非常不安 事实上上次见面的时候 她也向阿丽莎表达过这种不安 可阿丽莎不愿意改 所以杰洛姆也不敢抱怨 甚至为了不被阿丽莎一大姐姐的姿态数落 连不安的情绪都不敢流露 这样的爱弄得杰洛姆精疲力尽 可她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她究竟爱阿丽莎什么呢 对此 比埃尔巴勒普在《记得传》中 一段评价恰好可以套用在杰洛姆的身上 因为爱上了表姐马德莱娜 《记得》便完完全全地 坠进了虚无的现实中 为了超越自己 为了真正诞生在这个世上 《记得》把一生献给了一个 自己主观意造出来的 与表姐其人重叠在一起的 理想化了的形象 阿丽莎 她不是想从马德莱娜那里得到庇护 而是要献出她的爱 诚如现实中 安德莱记得对马德莱娜的感情一样 杰洛姆爱上的阿丽莎 其实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而是她意想出来的 在主观上投射了自我意识的虚幻爱人 可杰洛姆自己 却对此缺乏自知 所以才会陷在 情感与认知的失衡状态下 幻想着要为阿丽莎献出所有的爱意 时光飞逝 在思念中苦熬的情侣 终于熬到了见面的日子 十二月底 杰洛姆和阿贝尔按照计划 动身去了芬格斯马尔 去见阿丽莎之前 杰洛姆先去探望了姨妈 姨妈见到杰洛姆后 还是一如既往的直率 亲热 听闻杰洛姆和阿丽莎的婚事 还没有定下来 她便再次聊到了自己的担忧 原来杰洛姆的姨妈 觉得她年纪太小 不适宜过早的谈婚论嫁 可如今姨妈又觉得 早订婚会常不是件好事 因为订婚就相当于 告诉其他求婚的人 别费这个心了 杰洛姆听爸 一下子失声痛哭了起来 虽然已经答应了阿丽莎 不再提订婚的事 可心中欲竭却难以舒展 被姨妈这么疑问 所有的委屈和不安 便一股脑地涌上心头 化作了泪水 姨妈健壮 先是吓得一愣 而后宽慰道 明天早上 我帮你找阿丽莎问清楚 她到底为何要拒绝你 我敢肯定 你会明白 并没有什么可惶恐不安的 杰洛姆到姨妈家的第二天 是圣诞节 每年圣诞节 杰洛姆姨妈布置的圣诞树 都会招来一大帮孩子和亲友 借着让阿丽莎帮忙 布置圣诞树的机会 姨妈趁机探明了 阿丽莎的心意 原来 阿丽莎之所以不肯 和杰洛姆订婚 是因为 她不想在妹妹朱丽叶之前结婚 而且 她作为长女 也不愿意抛下父亲不管 姨妈一边向杰洛姆 转述着自己问到的结果 一边感叹 阿丽莎的不容易 杰洛姆没想到 事情一说破 竟如此简单 按照姨妈的转述 只要朱丽叶的婚事赶快定下来 那自己和阿丽莎之间 就不会再有阻碍了 于是 吃过午饭后 杰洛姆便兴高采烈地 去找了阿贝尔 此时的阿贝尔还沉浸在 对朱丽叶的迷恋中 以为 只要自己一求婚 朱丽叶就会马上嫁给她 听杰洛姆说外 阿丽莎心中的顾虑 不觉也跟着欣喜若狂了起来 可是阿贝尔没想到的是 朱丽叶确实以心有所属 但她想嫁的 却另有其人 天黑后 杰洛姆回到了姨妈家 一走进门厅 就看到了 正在等她的阿丽莎 杰洛姆有些激动 印象中 阿丽莎还未曾如此主动过 可一看到阿丽莎 倦怠残苦的神情 杰洛姆就笑不出来了 出什么事了 你哪里不舒服吗 杰洛姆紧张地看着阿丽莎 惶恐不安到了极点 没事 我只是有点头疼 这些孩子太喧闹了 我不得不躲到这儿来 阿丽莎泪光盈盈地解释道 杰洛姆见阿丽莎心事重重 想追问 却又不敢多问 直到朱丽叶在花房里 叫住了杰洛姆 并告诉她 阿丽莎的真实意图 杰洛姆才彻底慌了 得知阿丽莎要杰洛姆 娶朱丽叶时 她觉得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在极度慌乱中 杰洛姆再一次找到了阿贝尔 想要她帮忙分析一下 其中缘由 可没想到的是 阿贝尔见到杰洛姆的第一句话竟是 笨蛋 其实她爱的是你笨蛋 你就不能早点告诉我 你说什么 杰洛姆难以置信地看着阿贝尔 根据阿贝尔的分析 阿丽莎无意中发现 朱丽叶喜欢杰洛姆后 便打定主意要成全朱丽叶 牺牲掉自己 因为朱丽叶因爱成疾 病入肛肓 阿丽莎实在不忍心 看着妹妹受苦 杰洛姆听后有些慌乱 又有些愤怒 她不知道朱丽叶 是什么时候爱上自己的 也不知道阿丽莎 为什么可以说让就让 杰洛姆不爱朱丽叶 更不打算娶朱丽叶 所以回到巴黎后 杰洛姆和阿丽莎通信时 总是充满了火气 僵持了几个月后 阿丽莎的态度 终于软了下来 因为朱丽叶马上就要结婚了 人在脆弱的时候 特别容易 被对自己好的人感动 病重期间 爱德华一天又一天的 探望和嘘寒问暖 令朱丽叶倍感温暖 所以朱丽叶决定病好后 就嫁给爱德华 常听人说 人不会因为感动 而爱上一个人 可有些时候 爱情却是从感动开始的 朱丽叶之所以会爱上杰洛姆 是感动于杰洛姆 对阿丽莎爱的深沉 能答应爱德华的求婚 亦是源于爱德华 对自己的坚定与温柔 令人动容 朱丽叶嫁给爱德华后 阿丽莎对杰洛姆的态度 也日渐热情了起来 接踵而来的信件 无休止的内容 不仅让杰洛姆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心安 还让她读出了阿丽莎对自己的思念 那一刻 杰洛姆一方面想赶快结束 俯兵役 然后冲回到阿丽莎身边 亲热地抱住她 另一方面 又害怕与阿丽莎重逢 因为杰洛姆害怕 一切不过是她的一场梦 阿丽莎见到她后 还是会像以前一样 对她若即若离 长久以来 杰洛姆之所以会患得患失 都是因为她过度依赖 与阿丽莎的共生关系 虽然这种 由不同的个体形成的 亲密互利关系 是必然存在的 比如 我们和父母的关系 和恋人的关系 和朋友的关系等 但是一旦我们太过依赖 就会变得敏感而焦虑 可兴建沟通 总不能持续一辈子 深爱彼此的恋人 总要有见面的那一天 下次见面 阿丽莎会如杰洛姆 期待的那般热情 还是会如杰洛姆 害怕的那般冷漠呢 朱丽叶因为对杰洛姆 爱而不得而大病了一场 这架势虽然像极了 经常犯病的路西尔 但杰洛姆却并不打算 为了治愈朱丽叶的情商 而放弃阿丽莎 后来 朱丽叶在爱德华 细水长流的关心下 病情逐渐好转 出于感动 朱丽叶决定嫁给爱德华 随着朱丽叶的嫁人 杰洛姆和阿丽莎的感情 也日渐升温 下一次的重逢 杰洛姆和阿丽莎 会如哈姆雷特 与奥菲利亚般悲剧收场吗 还是会像种下夜之梦里的 赫米亚和拉山德一样 结局美满呢 在我们这个通信技术 飞速发展的时代 距离已不再是 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障碍 所以我们应该很难理解 那种等待回信的行动 记得小王子里 狐狸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你说你下午四点钟来 从三点钟开始 我就开始感觉很快乐 时间越临近 我就越来越感到快乐 到了四点钟的时候 我就会坐立不安 我发现了幸福的价值 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 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准备好迎接你的心情了 等待回信就是这种感受 从记信到等待回信 再到收到信 每个节点都会让爱意更浓 让思念更深 朱生豪和宋青茹分隔两地 他给她写信 写了五百四十封之多 每一封都是暖暖的爱意 每一封都是满满的思念 鲁迅给徐广平记信 用心丈量出了 从学校到邮局的距离 这刚好的八十步 步步都走向了心上人的身边 杰罗姆在等待阿丽莎的来信时 也是如此的期待与喜悦 在单调的军营生活中 阿丽莎的来信 不仅成了杰罗姆 唯一的庇护所 更成了支持杰罗姆 走过苦难与寂寞的 巨大力量 信中 阿丽莎不光会鼓励杰罗姆 别软弱 要坚强 还会分享自己 朱利叶 父亲 以及弟弟 罗贝尔的生活状态 其中 提到最多的 仍然是朱利叶 并且在自理行间 都渗透着 自己对朱利叶 未能嫁给杰罗姆的不满 阿丽莎曾在信中写道 朱利叶给我写信 总是那么快活 只怕 她是做戏骗我 也骗她自己 她今天又来 营造幸福的东西 同她从前所梦想的 大相径庭 而当初 她的幸福 应当取决于 她所梦想的东西 最令我惊讶的是 我并没有感到更快活 朱利叶说她幸福了 我应当满心欢喜才是 然而为什么 我会无缘无故地伤感呢 事实上 爱德华的音乐和书籍 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 朱利叶嫁给爱德华后 就放弃了钢琴和乐读 起初 朱利叶也是很伤心的 因为钢琴和乐读 毕竟陪伴了她 很久的时光 但很快的 朱利叶就找到了 新的生活目标 她不仅对爱德华的生意 产生了兴趣 还很快为爱德华 生下了孩子 虽然朱利叶与阿丽莎 见面后 还是会忍不住地 关心吉罗姆与阿丽莎的 感情状态 但那不过是出于 从小到大的习惯罢了 只不过 说着无意 听着有心 阿丽莎每次听到 朱利叶提起杰罗姆 在看到 秃顶健壮的爱德华时 就会说服自己相信 朱利叶的婚姻 不甚圆满 在阿丽莎的潜意识里 一直存在着一种 无可名状的牺牲意识 这种牺牲意识 源于她的宗教信仰 坚信 牺牲是走向上帝 通往幸福窄门的 高尚美德 因为这种牺牲意识 所以她压抑自己 对杰罗姆的感情 甚至不惜强迫 杰罗姆娶朱利叶 可看到朱利叶的幸福 来得轻而易举 且并不是因为 自己的牺牲而换来的后 阿丽莎便迷茫了 甚至还有点生气 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清楚地知道 如果她的幸福 与我的牺牲无关 如果她无需我做出牺牲 便能得到幸福 我反倒会因为 一种可怕的死心 没有得到满足 而生她的气 看到妹妹幸福 反倒觉得生气 得知喜欢的人 也深爱自己 本该觉得高兴 可阿丽莎 却想方设法地 想要疏远 显然 在阿丽莎的心中 通往幸福的窄门 是建立在 放弃自己的欲望 和世俗所爱的基础上的 可这样一厢情愿的放弃 真的能赢得幸福吗 她难道不懂 过度压抑自己的欲望 会走向地狱吗 显然 阿丽莎不懂 比起思想的解放 欲望的滋长 她更在乎束缚 对自身完美的塑造 可杰洛姆有什么错呢 她为什么 也要被阿丽莎逼着 压抑自己的情感呢 信中 阿丽莎 曾给杰洛姆 分享过这样一句话 凡真正渴求 真正永恒的荣耀者 则必放弃世俗的荣耀 凡 不能与内心 鄙视世俗的荣耀者 则必不会爱上天的荣耀 接着 阿丽莎解释道 自己很感恩 上帝能够选中杰洛姆 当此上天的荣耀 也就是说 在阿丽莎的心中 帮杰洛姆顺利进入窄门 从上帝那里 获得勇士的幸福 远比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 相守到老更重要 放弃世俗的荣耀 就是让杰洛姆 放弃世俗的欲念 转而将全部心力 都投入到 对宗教信仰的追求上 所以 当杰洛姆服完兵役 心冲冲地回到 芬格斯马尔 与阿丽莎团聚时 她才一点也没有 表现出重逢的喜悦 甚至 在杰洛姆重新 回到巴黎后 写信提出了分手 阿丽莎在信中写道 我们有多少话要讲 可是见了面 为什么这样别扭 有种做作的感觉 为什么这样目瞪口呆 讲不出话来呢 我爱你有多深 可又有多么绝望 我深深地感到 我们的全部通信 无非是一个幻影 我们每个人 不过是在给自己写信 所以 杰洛姆 我们还是永远分开吧 杰洛姆读过信后 心里非常难过 他开始检讨自己 为什么不能在 阿丽莎面前 表现得热情一些 为什么要在散步时 那么轻易地 就放开阿丽莎的手 接下来的三天 杰洛姆都烦躁不安 因为他既想要挽回阿丽莎 又不知道该怎么给阿丽莎回信 经过了反复的斟酌与修改 杰洛姆再一次以书信的方式 为自己的爱情做出了争取 并提出 要和阿丽莎面对面地聊一次 然而 杰洛姆与阿丽莎的再次见面 却是在 阿斯波尔顿小姐的葬里 阿斯波尔顿小姐 生前处了与杰洛姆的母亲 交好 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送葬的 只有杰洛姆 和闻讯而来的阿丽莎 他们面色凝重地跟着灵鹫 并排朝教堂的方向走去 杰洛姆几次想和阿丽莎说话 也几次感受到了 阿丽莎向她投来的深情目光 可话到嘴边 杰洛姆还是咽了回去 因为她害怕自己说错话 更害怕彻底失去阿丽莎 正如杰洛姆自己所说 我爱你爱得太深 就无法显得机灵 我越爱你 就越不会跟你说话 我对你的爱 是发自我的整个灵魂 怎么能划分得开 我的理智和感情呢 现在爱里的杰洛姆 实在太痛苦了 她感觉自己就像风筝一般 阿丽莎拉一拉 就要回来放一放 她就必须远走 可即便是这样 杰洛姆也没有意识到 这样的感情对她来说 是一种消耗 因为阿丽莎对杰洛姆而言 与其说是爱人 不如说是家人 是信仰 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依靠 临别时 阿丽莎突然对杰洛姆说 就这么定了 复活节前什么都不谈 到了复活节那天 我等你 再谈我们的事 然后 她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自从上次阿丽莎提出分手后 杰洛姆虽然极力挽回 却还是感受到了 阿丽莎对自己的疏远 那么 复活节那天 杰洛姆真的能挽回阿丽莎吗 历经种种之后 她们会有个幸福美满的结局吗 敬请期待明天的共读 我们将揭晓 这个故事的结局 喜欢这本书的话 就在留言区 与大家分享你今天的听读感悟吧 同时记得点赞看标记 每一天清晨 都有好书 与你相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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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效应叫煤气灯效应 它的本质就是通过扭曲受害者眼中的真实 对其进行心理操控和洗脑 比如你对自己或某件事物的看法 来自于周围人的评价 你被人否定却怀疑自己真的错了 反思别人的意见是对的 故事中阿丽莎对杰洛姆的精神控制 就与煤气灯效应中所提到的本质 如出一辙 在交谈中阿丽莎不止一次地劝导杰洛姆 放弃世俗地享用 接吻 以及与爱人之间的亲密互动 为了驯服杰洛姆 阿丽莎不断在爱情中来回拉扯 用忽冷忽热 若急若离的态度 迫使杰洛姆不得不跟着阿丽莎的思维走 这一次再见面 听到杰洛姆这么说 阿丽莎觉得自己之前所做的一切成功了 为了验证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操控杰洛姆 她在晚饭前对杰洛姆做出了暗示 阿丽莎说 如果晚饭时 她没有戴上杰洛姆最喜欢的紫水晶十字架 那就意味着杰洛姆要离开了 所以杰洛姆每天晚饭时 都会特别注意阿丽莎的胸前 是否戴着紫水晶十字架 起初几天 阿丽莎的青春焕发 热情洋溢 给了杰洛姆很大的信心 于是杰洛姆便大胆了起来 并忍不住地说 阿丽莎 朱莉叶现在已经幸福美满了 你就不能让我们俩也 话还没有说完 阿丽莎的脸 瞬间就失去了血色 阿丽莎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在她的心中 没有什么比宗教信仰 更值得她付出一切了 为了避免杰洛姆影响 她对信仰 对上帝的虔诚 阿丽莎只能选择远离 所以当晚用餐时 阿丽莎摘掉了紫水晶十字架 杰洛姆见紫水晶十字架不见了 便猜到阿丽莎生气了 为了不激怒她 也为了避免继续在一起时的尴尬 杰洛姆次日便离开了 芬格斯马尔 可这次的不辞而别 却又一次激起了阿丽莎 想要说服杰洛姆的决心 于是她写信给杰洛姆 试图再次劝说杰洛姆 要奋力走上更高的美德之路 并声称只有这样 她们才能真正地融合 阿丽莎写道 杰洛姆 幸福不能让我们满足 她也不应该让我们满足 从现在开始爱上帝吧 圣洁不是一种选择 而是一种天职 你能明白我是多么爱你吗 一生一世我都将是你的 读过信后 杰洛姆忽然有些自责 她责备自己为何没能透过 阿丽莎冷漠的外表 感受到她那颗波动而又热烈的心 而后杰洛姆又开始怀疑 怀疑自己所谓的不幸 是不是全都是庸人自扰 可渐渐地 杰洛姆便察觉到了异样 因为几个月后的再次会面 阿丽莎并没有表现出 信里所写的那般热情 更令人寒心的是 杰洛姆即便就在阿丽莎身边 也感觉不到她对自己 一丝一毫的关心 杰洛姆非常沮丧 她试图与阿丽莎沟通 可换来的却是阿丽莎的规劝 如果你不从现世生活中 先排除欢乐 那么在天平上 现世生活就会重于 难以确定的极乐 热爱上帝的心灵 走上美德之路 并不是图回报 而是出于高尚的本性 要救自己的命者 必然丧命 阿丽莎的话 让杰洛姆痛苦且慌乱 她想要说服阿丽莎 拥抱眼前的快乐 可她总是以忙碌为由 不给杰洛姆任何争辩的机会 离开阿丽莎后 杰洛姆接受推荐 去了法国在雅典社里的学院进修 因为可以离开法国 所以杰洛姆也算有了借口 暂时得到了解脱 直到三年后 杰洛姆的舅舅去世 杰洛姆才再次回到了 芬格斯玛尔 原本 杰洛姆并不打算再见阿丽莎 因为她不知道见面后 该说些什么 也没忘记最后一次 见面时的不欢而散 可来到花园围墙下 听到阿丽莎 呼唤她的名字时 杰洛姆便忍不住 再次激动了起来 听到阿丽莎 一直在等她时 杰洛姆更是双膝跪地 吻变了阿丽莎两只柔弱的手 这次见面 杰洛姆发现 阿丽莎又瘦弱又苍白 虽然面带微笑 却整个人好像要瘫倒似的 令人很难不心疼 阿丽莎俯身 依偎着杰洛姆 随后从胸口 掏出了紫水晶十字架 递到了杰洛姆的手上 并用一种交代后世的姿态 平心静气地说 你喜爱的十字架 留给你的女儿 将来有一天 你的女儿戴上她 算是对我的纪念 你给她起名字的时候 或许也可以用 我这个名字 说吧 阿丽莎哽咽道 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的朋友 不要毁了我们的爱情 没等阿丽莎说完 杰洛姆便一把搂住了 阿丽莎并怒道 阿丽莎 我能娶谁呢 你明明知道 我爱的只能是你 你既然这样爱我 为什么要一直拒绝我呢 你瞧 我先是等朱莉叶结了婚 而后又等到了舅舅去世 现在就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你为什么还要拒绝我呢 阿丽莎 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阿丽莎最后的时光 是在疗养院 与光秃秃的四壁为伴 这个情节的设定 灵感来源于安娜 夏克勒顿之死 安娜夏克勒顿 是现实生活中 安德烈记得母亲的女伴 也是展门中 阿斯布尔顿小姐的原型 更是安德烈记得心中的 第二位母亲 1984年5月 安娜夏克勒顿 在卫生院 接受完肿瘤手术后 不久就去世了 因为走得太突然 离世前 除了光秃秃的四壁 目之所及 都是陌生的面孔 安德烈记得得知恶号后 心情非常沉重 想象着安娜夏克勒顿 离别时孤独忧伤的情态 仿佛除了上帝 一切都抛弃了 这个灵魂 基于这种感悟 安德烈记得 将其放在了 窄门的情节中 并以此隐喻 阿丽莎光秃的 惨不忍睹的一生 为了追求道德 阿丽莎放弃了 世俗的相守 为了奔赴天堂 阿丽莎放弃了 对杰罗姆的爱欲 本以为 所有的克制都是值得的 却深陷痛苦的泥沼之中 郁郁而终 这是阿丽莎的悲剧 更是 杰罗姆的悲剧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悲剧 作者又为何 要创作这样的悲剧 安德烈记得 一生都在追求 自我实现 在他的作品中 不仅处处 影射着他的人生 还处处寄托着 他对生活的思索 纵观安德烈记得的一生 前半生压抑 失败 后半生矛盾 困惑 他具有强烈的 悲观主义倾向 而这些悲观的情绪 渗透进小说 人物中后 也让这些人物 披上了一层 浓重的悲剧色彩 展门这部小说 就是这样 无论是故事整体的基调 还是人物的情感走向 都以一个杯子 观彻到底 生活与创作相互影响 既是安德烈记得 独特的生存方式 也是自传性叙事 在探索自我方面 值得研究的地方 本文将围绕 安德烈记得 自传性写作的意图 从原生家庭 自恋情节 文学思潮三个方面 分享阅读感悟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 幸福的人 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 用一生治愈童年 我们都想有个 幸福的童年 可大多数人 却被不幸的原生家庭 拉扯一生 对安德烈记得来说 他的青春一片黑暗 从未感受过快乐 直到1895年 母亲去世 安德烈记得 才摆脱掉束缚和压抑 获得了人生中的 第二次青春 而这一切的黑暗和束缚 都源于 安德烈记得的母亲 朱利益鲁昂 朱利益的娘家 是名门望族 家底厚实的同时 条条框框的规矩也很多 安德烈记得 曾在自传里叙述道 我常常听见父母 一块争论 应该给幼儿的头脑 提供什么食粮 母亲始终持这样的意见 孩子应该顺从 而不需要明白为什么 他甚至把我这样的孩子 比作西伯来民族 必须先绳之以法 而后方能宽恕 人生来向往自由 拥有独立的人格 在压抑的束缚中 安德烈记得 只能不断克制自己真实的欲望 因为他知道 自己尚且年幼 无法选择 且不具备反抗的能力 可这样下去的结果 就在心理学上 与母亲形成了一种 失望性情感隔离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隔离机制 因为得不到母亲的理解和支持 也不想再与母亲进行情感上的沟通 所以变得敏感 自卑 特别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而将自己的生活经历 与小说结合的自传性写作 就是一种渴望得到理解的情感抒发 正如传记诗学的创立者 杨正润所说 自传者写作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证明身份 希望得到读者的承认 或者说服读者接受 安德烈记得说 人当童年 心灵应该完全透明 充满情爱 纯洁无瑕 可是 记忆中 我童年时代的心灵 却阴暗 丑恶 忧郁 母亲去世后 即便她为了抹去童年的黑暗 不断去寻求自由和快乐 可深入骨髓的宗教信仰 却让她陷入了新的困惑和焦虑之中 安德烈记得的母亲 是一个崇尚道德的基督教徒 她和展门中的阿丽莎一样 坚守禁欲思想 在母亲的影响下 安德烈记得虽然抗拒 却也被动地接受了上帝 那段时间 圣经正了安德烈记得的宗教启蒙老师 为了随时可以学习圣经 安德烈记得口袋里总是揣着一本 在电车上也好 在学校时也罢 即便会被别人以异样的眼光看待 她也会满脸通红地向上帝祈祷 为了体验圣经中讲到的苦行 达到快乐的境地 安德烈记得更是让自己睡在地板上 或者钻进冰冷的水中 背诵圣经 圣经对安德烈记得影响很大 他像天使一般 曾给安德烈记得带来过快乐 也像魔鬼一般 让安德烈记得 掉入过烦恼与焦虑汇聚的深渊 从关注人性的角度上说 安德烈记得的确批判圣经 对人类天性的束缚 但是从思想指引的角度来看 圣经又是拨动 安德烈记得灵魂的和弦 比如这部小说的书名 斩门一词就出自于路加福音 书中认为 通往地狱的门是宽大的 而通往天国的门 则是窄小的 为了能获得永生 人类只能克制情欲 阿丽莎的窄门情节就是如此 所以她才会不断地克制自己 拒绝接受解罗母 然而 这样的牺牲真的值得吗 当阿丽莎推开所有人 独自在疗养院郁郁而终时 她终于挣扎着发出绝望的呼喊 我真的心甘情愿做出牺牲吗 而这样的呼喊 也同样是安德烈记得 内心的呼喊 所以她才会通过小说 试图去寻找答案 一如人物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 以及在欲望和信仰之间的挣扎 安德烈记得的作用就是 使人不断地思考 我思故我在 人类的确需要思考 正如苏格拉底的著名社问 我是什么 虽然原生家庭的影响 让安德烈记得想要本能地逃离 却也给了安德烈记得探索自我的动力 安德烈记得曾在日记中写道 跟纳卡索斯一样 我俯向自己的影子 那时我写下的句子 多少都有点自恋 纳卡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 和神与水泽女神的儿子 因为迷恋水中自己俊美的倒影 而不吃不喝到憔悴而死 这种自我欣赏的自恋情节 在弗洛伊德看来 是每个人都有的原始自恋倾向 而对从小受禁欲思想影响的 安德烈记得来说 古希腊的神话故事 则给了他思想自由解放的启发 所以纳卡索斯更像是一面镜子 让安德烈记得想要认识自己 弄清自己思想上的躁动与不安 而写作与他而言 就是那个现实生活中的纳卡索斯 一时那面可以观照自己的镜子 一如展门中 阿丽莎与杰罗姆爱而不得地 克制与拉扯 和现实生活中安德烈记得 与妻子马德莱纳 无法实现的爱与欲一样 虽然迎娶马德莱纳 是一种违背母亲意愿 冲破束缚的自由之举 但安德烈记得的自由却并不彻底 以至于无法在马德莱纳身上 找到爱与欲的平衡 所以对安德烈记得来说 在自传性小说的创作中 融入自己的经历和思想 并不是为了艺术家的虚名 而是为了呼吁人类 释放天性 冲破道德的束缚 用忠于内心的肺腑之言 为全人类换取重生的机会 法国的自传文学 起源于卢梭的忏悔录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 结合自己的生活 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不胜枚举 自传文学的兴起 为安德烈记得的自传性写作 提供了先天的后土 哲学家们的观念与思想 则成了安德烈记得的养分 其中舒本华的哲学学说 对安德烈记得最初的创作影响颇深 舒本华强调 意志和表象的相互作用 认为世界运转的根本原因 在于人的想象和欲望 所以他不提倡境遇 反而建议大家达到 无欲无为的境界 从而实现自救 可这样的境界实现起来 并不容易 也无法让安德烈记得 获得真正的解脱 恰逢这时 他与尼采相遇了 尼采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表 否定道德 认为上帝的存在 否定了人的意义 所以他提出了 永恒轮回和超人的概念 认为人应该活在当下 成为强者 把握生活 做自己的上帝 安德烈记得深受启发 不仅在体验生活中解放了自我 还通过对人物的塑造 将违背道德和捍卫道德 后结局的猜想 呈现在读者面前 引发大家思考 除了书本华与尼采 托斯托耶夫斯基 对安德烈记得的影响也很深 他是一个对上帝 持怀疑态度的人 一方面强调自由 一方面又觉得过度的自由 可能会引起恐慌 以此为启发 安德烈记得在文学创作中 也不忘探索人与上帝 人与他人 人与自我的关系 基于此 安德烈记得的自传性小说 才会极趣味性和哲理性于一身 动人心弦 好了 窄门这本书的解读 到这里就结束了 作者用短短十二万字的篇幅 结合极端的宗教信仰 对人类的束缚 娓娓道来了杰罗摩与阿丽莎 令人窒息的爱情故事 究竟会不会有一种爱情 即便毫无希望 也会让人一辈子 将它深藏在心中 究竟有没有一种信仰 即便感受到了压迫 也还是会逼迫自己 束缚真实的欲望 读完展门 你将获得真正的释怀 届时你会发现 当你不再束缚自己 人生从此广阔而自由 喜欢这本书的小伙伴 可以再去读一读原著小说 喜欢这本书的话 就在留言区 与大家分享你今天的听读感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